一件事情 他说一个泳字 就是拿着这个泳字 您正着写的时候呢 当然是这样写的了 如果你练习的时候 你反过来 是这样去写一个泳字呢 一定也很有趣 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是克服自己的 这个眼睛和手的惯性的一个方法 这个 当然倒着写 你不是为了去写字 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的方法 因为我们 由于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外国人就还OK 就由于我们是中国人 你对这个字 一定有你的理解 以及从小老师告诉你 偏旁要怎么写 就是这个字的主体要怎么写 比如写王 你会很正常的 最后那一横 最后那一横是最长的 就这些习惯 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学业里面了 但是呢 你在去临帖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彻底放下这个惯性 然后去跟帖写的一模一样的 就是临帖这个事情 也就跟中医讲一样就行气神 三个层次 最开始我们需要行 就起码你要做到行一模一样 你才可能做到气一样 然后你最后做到神意志的时候 你就可以离帖了 你就可以这个 跟这个帖离得比较远 但是一看呢 你是掌握到这个精髓的 所以很多人说 董奇昌龄的帖都出帖的很远 但是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像我们如果初学 我是觉得深入细致准确的 穷尽可能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会发现很多同学 他在写字的时候 他怎么写都跟那个字帖离得特别远 可是呢 我就会想一个办法说 那你倒过来 你倒过来写这个字 发现就很像 那笔法上肯定不好 因为是倒着写的嘛 但是在行 在一个行轮廓上非常的像 他就会很吃惊说 为什么呢 对对对 就是表情跟你一样 就是无限困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倒过来的时候 他这个字就对你来说 他不是一个字了 不是一个行 对他不是你读过 你写过 你知道它的发音 知道它的意义的一个字 而是一个 一个搞不清楚什么的图形 那这个呢 这个方法怎么来的呢 应该是法国吧 一个法国的一个学者做的研究 他们是做心理学研究的 就是让一群成年人去领一个毕加索的画 然后发现画的都非常非常不像 然后这群成年人非常的挫败 然后他把这些画全部倒过来 然后他们重新领摸 发现非常的像 就是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讲的心性的这个话题 如果一个人 这个一个长期被训练的人 他写什么帖都像的 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微博上发我 我自己写的练字的作业 就老有人在下面评论说 哦 你怎么又换风格了 实际上不是我换风格了 是我在做不同的功课的时候 我就应该像那个帖嘛 所以就这个里面如果越能把我放下的时候 将来的我才会更有个性 所以一个我没有个性的时候 就是他最有个性的时候 据你所说呢 就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气势所在 有些横笔又怎么样 打折又怎么样 它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仿生学艺术的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仿生学 都是像 对 都是像嘛 就是说哪怕是写个汉字 也是对与大自然的种种种种的 这种自然现象的一种回应 不光是简单的临摹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说在书法里面的横竖品 它是如何与自然之间进行回应的呢 可以去看这个王羲之的老师 魏夫人给他传过一个东西叫笔正图 对 那这个笔正图呢 它就讲到这个 当你写一横的时候 要如同千里阵云 就是 就像我们坐在飞机上看到 对对对 就是那个地 就是那个云层的那条线 然后你写一点的时候 如同高峰坠时 然后写一树的时候 如同这个万岁枯藤 写一撇的时候呢 就好像一个 斜插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象牙 所以它这个文章里面有 就是一个非常短的文章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比喻 如果你看这个转折 它说要像静怒经节 然后我找了一个仙鹤的这个关节的图片 就是这些 虽然有些比喻是非常具象 有些比喻讲的就是一个感觉 但是实际上就是 就好像读诗一样 首先你得胸有秋和 所以一个人写的字 它就是他胸中的这个气象的外线 然后你在手上的这个字的这个气象的锻炼上 又同时反作于你的内在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认识一个老师 他曾经给我这样描述一位一家 他说这个一家 你看他开方子的时候 你觉得此人大气磅礴 点线面具到心思神秘 而且呢当机立断 在现实生活中 他这个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问题就来了 会不会 有一些人你看他的书法 你觉得这个人很高级 内心充满了坚定的温柔 腼腆的执着 但是这个人一看现在呢 哇这样就明然众人意 走在地铁里面都不然看见 也没有那种气象 会不会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两层讲 第一层呢 有可能所谓人者见人 智者见者 有可能是咱没见着 就是他的这个 现实生活中的气象 他的收藏是你没有见到的 这是一种可能 但第二种可能比较多一些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观察到 就是说他没打通 学问是还没通达的 所以佛教很强调圆融 圆融就是能够往来 就更趋于道的东西 都是可往来的 就能够来也能够去 能出入 对能出入 能来回的 往往是跟道比较接近的 就是说他做事情 做人 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 在那个地方做人 他是一致的 对 就是我觉得 呃 艺术家可能 这样的更多吧 就他在某个领域 获得了钥匙和 和这个路径 但是他还没有把 这方面的成功 或者说他的心得 融会贯通到另外的领域 有些东西是可感知的 有些东西是不可感知的 就像我上课的时候 我给大家选了一个 铁是这个颜真卿的一个很少的这个墨迹 叫竹山堂联聚 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铁 那么这个项目 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的 谢谢观看